佩合在華操伯南部的七英雲 今天會知道在台北印山附近 日董龍峰也當作免費開航 去旁邊這麼多家長是帶孩子去吃飯 在去年四月 日董龍峰關起來了後 一年過了後 重新開航 讓很多人都很高興 而且橫幅裡面這個大型的遊樂設施 每一個人每一次只要20元而已 很多人都說有夠燒 無論大人還是小朋友 一人一台碰碰車都來弄出很趣 已經曾經營業一年以外 台北印山兒童娛樂中心 會向華博去英軍用心開航 真的跟店主機全家出動百幾回 平常在台北市沒有什麼休閒 所以在這邊帶小朋友來這邊玩 他們也很開心 大人也很開心 看來要玩摩天輪的人 一早就排到熱熱等 還有這個水到頭髮 也讓人很愛玩的咖啡杯 以及音樂馬車 但是小朋友很期待 連大人也要經過一行來玩 感受過期做小孩的時候 也來這裡玩的那種感覺 回味無窮 真的 會不會頭暈 會會會 我從以前就做都會頭暈 可是好久沒玩了 今天難得再來玩一次回味一下 以前都帶女兒來玩嘛 以前女兒這麼小 現在女兒這麼大了 以前已經帶孫子一起來玩了 七英文的期間 每一個人都不用想問票 還有很多要求的事實 如果要算泡沫車 頂頂七行大行 時期 總算算一次只要收二十塊 二十塊 我想在應該是 每一個民眾都可以負擔得起的 到十個二十八核危機 民眾都可以不用收問票 讓花博開沒了後 兒童娛樂中心也能夠當時開沒 到時期也能夠給更多人 會感受這個全台灣 立宿上去的遊樂圈 一起來小朋友做台北報道